世界海洋渔业资源的枯泻和欧盟国家对非洲渔船的掠夺性的捕捞活动 海洋财富的急剧枯泻不能再当作是生态狂人的危言耸听而等闲适之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当人们发现雪鱼在加拿大纽芬兰的海岸的主要渔船几乎全部消失的时候 引起了全世界的恐慌 捕食这种受欢迎的食用于开始在十五世纪 最初主要的捕鱼则是西班牙的巴斯克人 五百年后导致了过度捕捞 尽管1992年通过了暂停捕鱼的规定 但加拿大的雪鱼种群自那时以来一直没有再恢复过 那年发生在北大西洋的事情 今天正在其他海域重演 世界上最大的拖网渔船正向南半球越走越远 现在一直走到南极洲 这些渔船在那里争夺最后的渔群 在二十年内南太平洋的马胶鱼总群 已经从三千万吨缩减到不足三百万吨 在同一时期 西非海域的石斑鱼数量减少了百分之八十以上 法国海员境界研究所的Philip Curry问道 很快就会出现一个没有鱼的海洋吗 根据他的研究结果 在政府补贴的推动下 补鱼技术的进步导致全世界渔民捕获的海洋动物数量是 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两倍半 保护野生鱼类不再仅仅是保护环境 而是关系到人类的生存 一般来说 鱼不仅含有极其丰富的营养物质 而且含有必须的脂反酸 孟加拉、甘比亚、塞内加尔、索马里霍 赛拉、塞内亚等国家的居民所消费的动物蛋白 有一半来自鱼类 特别是在非洲 鱼类和海洋动物总是在干旱时期提供另外一种食物来源 居留1974年 索马里的虚木业 奔贵时 一类就提供了另一种食物来源 但是自从欧洲、俄罗斯、韩国、日本 已经最近的中国等主要补鱼大国 开始在非洲原岸的热带水域补鱼以来 他们威胁到了当地小规模移民的生存 威胁了整个非洲国家的粮食安全 到了二十世纪中期 到了二十一世纪中期 人类可能因过度捕捞 破坏生物群落和环境污染 导致最受欢迎的可食用鱼类的消失 过度捕捞是一个全球性问题 其重要性与气候变化和化石燃料的枯泻相似 很明显 过度捕捞破坏了整个食物链和整个海员生态系统 而且这样的破坏往往是不可逆转的 大海就像纸牌物一样不稳定 没有鱼大海就变成一个巨大的咸水 充满了有毒的藻类和水母 在一些地区已经可以看到这种情况 欧盟是够度捕捞的罪魁祸首 欧盟有超过十四点一万名渔民和拥有超过八点五万收遗传 在陆地上依靠捕鱼生活 在欧盟国家有100多万人 在欧盟88%的总群的鱼被过度捕捞 整个世界上只有25% 全球化带来了社会和地缘政治之间的矛盾 对鱼没有营养需求的富豪的居民 消费了全球80%的鱼 1979年 欧盟开始将其长期构胜的脱往渔船的能力向南转移 欧盟和毛里塔尼亚在2012年7月批准了新渔越协议 是所有渔越政策施策的典范 由于欧盟和中国之间的竞争 当时的毛里塔尼亚渔业当局负责人 设法推高了补鱼权的价格 其结果是欧盟和毛里塔尼亚签订了世界上最昂贵的一个渔业合同 欧盟每年支付1.13亿欧元的渔业补偿费 这个协议为无数的欧洲渔船购买了进入毛里塔尼亚领海的捕鱼权利 他们成为当地小规模渔民的直接竞争者 理论上欧盟通往渔船每年的渔货量是30.74万吨的上限 但是欧盟没有使用过控制手段来确保当地国家法律得到尊重 而毛里塔尼亚和大多数渔业协定签约国一样 缺乏必要的技术和贺群手段来控制欧洲脱网遗传 尽管欧盟渔船对是毛里塔尼亚的第一和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但毛里塔尼亚一半的人口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此外在过去十年中 毛里塔尼亚人民的鱼和海产民的消费量 从每个居民11公斤下降到9.5公斤 毛里塔尼亚北部的诺瓦迪布海湾 因其拥有约200艘沉船的国际船坡目的而闻名 如果你从港口提拔向海上看 你可以看到地平线上巨大的西班牙脱网渔船 看到这一幕老渔民萨尔弥·瓜尔达尼说 来自欧盟的钱本应用于发展我们这里的渔船 但在我们这个地区 除了来自欧洲的大型脱网渔船 我们至今还没看到来自欧洲的任何东西 在这个腐败现象根深蒂固的国家 只有毛里塔尼亚的当权政府的党徒们 控制住一页补偿金 补移许可证费和海关收入 当一个国家崩溃时 比如在苏玛里 欧洲人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补移 或者使用索马里军阀在卡达尔建立的类似黑手党的组织 颁发的伪造文件 这些欧洲人也从国际反海盗船队的存在中受益 索马里渔民无法赶走他们的非法竞争对手 因为他们害怕自己被贴上海弹的标签 并受到外国海军船只的攻击 欧洲人在索马里的捕鱼量 正在影响索马里人的生存能力 因为西方船只一个晚上的捕鱼量 相当于索马里渔民应援的产量 根据粮食纪农业组织估计 800艘外国船只每年在索马里远海捕鱼 捕捞价值3亿至4.5亿美元的鱼 主要是金枪鱼、虾和龙虾 索马里的过渡政府没有办法阻止 欧洲鱼场的非法捕鱼 它只有1亿美元的年度预算 而且没有海军来监督该狗3300公里海岸线 这就是为什么当地居民放弃补鱼 而通过海盗谋生的原因 作为回应 欧盟以2028年12月发起的 阿塔兰特军事行动 除了英国和德国的海军 法国和西班牙的海军 也以七处舰和侦察机的方式参与其中 然而阿兰阿塔兰特的任务 并不包括遏止欧洲人的非法捕鱼 阿塔兰特船队当时的负责人 英国海军上将皮特哈森说 这既不是我的任务 也不是我的授权